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拿大华人社团联系会成员出席了马斯奎原住民部落举办的加拿大原住民日活动 就坎鲁普斯市原住民技术学校就职发现215局儿童遗骸事件 向原住民社区表达慰问 并向马斯奎原住民部落捐赠了2000加币善款 马斯奎原住民部落长老格兰特在活动上感谢了加拿大华人社团联系会的善举 并表示会将捐款用于帮助马斯奎原住民部落的儿童 加拿大华人社团联系会执行主席为人民指出 除了向加拿大原住民捐款 华人社团联系会为了表达对加拿大军人 特别是华裔退伍军人的敬意 还向加拿大陆海空退伍军人会捐赠了2000加元 华人社团联系会不光是到原住民社区对他们进行捐款 我们在前天也对抗战老兵 包括现在的加拿大的华人退伍军陆海空协会 我们也进行了捐款 我们要让华人社区更为这个加拿大主要的社团也好 社区也好 社会也好 做出更多的融合 保护我们华人社区 加拿大华人社团联系会的善举展现了中华文化乐善好施乐于助人的传统美德 并增进了社区间的团结友谊 凤凰卫视苏惠文一鸣江温哥华报道